今天是週末假期的最後一天 有沒有規劃要去哪裡出遊呢 不過先要提醒您喔 由於昨天晚上受到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今天一早就會發現 像是北部這一邊喔 早上就開始下起一些的某某雨天空 也都是陰陰的 沒有什麼的太陽 主要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但是我們先來看到我們這個衛星雲圖 原本呢這個康瑞的青台啊 他昨天經過了這個韓國之後呢 目前是已經轉為了這個熱帶氣旋 所以他的威脅性也相對的降低了 所以啊對台灣的影響不是那麼大 但是啊他在這個北海道附近的這個風雨 還是比較沒有那麼可以輕忽 都還是可能會有些風雨的影響 所以如果呢這幾天要前往北海道附近的話 班機的資訊還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了 除此之外像是我們台灣這邊 今天呢北部還有東北部沿海有可能會有長浪的發生 除此之外也有受到這個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迎風面的北部跟東北部 都有會陸陸續續的行星降雨的狀況發生 所以馬上來看到今天的天氣概況會是如何 可以看到其實呢今天一整天的 西部地區都會有些零性的降雨 大約都有30%到10%的左右 而相較呢北部的高溫比較低一些些 有大約是29度 而中南部呢高溫會來到32度 所以呢早晚溫差會比較大一些些 而至於呢我們東北部還有東部地區 這一邊其實降雨就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尤其是東北部降雨機率有達到70% 而高溫呢也是會來到28度左右 東部地區的高溫則是會來到30度 自己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一整天可能天氣在淫風面會是比較不穩定 但是呢中南部地區相較來講會是比較穩定一點點囉 而且高溫會來到32度左右 會是早晚比較溫差大一點點的不要感冒了 所以來看到這個東北風啊對我們這個降雨的地方 會有哪些地方受到影響呢 可以看到其實在北部還有東北部的降雨機會 都是蠻明顯的喔 尤其上是東北部這個區塊降雨機會會比較多 而這一邊呢到了下午的時候 其實啊在中南部的偏山區的地方 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所以會稍微下一些些雨 所以如果要前往山區活動的話 要多多注意一下天氣概況 而到了晚間之後呢 這個雨區降雨的範圍就會比較小一點囉 主要都是影響到我們的淫風面的地區 所以啊東北部這邊還是降雨區會蠻高的喔 所以這幾天如果要出門的時候 最好還是攜帶一下雨距 而除了下雨之外 還要提醒一下各位觀眾朋友 由於呢中南部是處於這個下風處 所以白天呢還有晚間的時候 風速會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容易會有污染物累積 再加上午後呢 這個光化作用的影響 臭氧的濃度會提升 所以像是呢 在中部還有雲嘉南這個區塊 像是環保室已經發布了紅色警示 如果您呢氣管比較不是那麼的好的話 最好出門可以戴一下口罩 而至於未來一周天氣概況又會是如何呢 可以看到其實從今天開始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會有淫風面降雨的情況發生 而中南部天氣是相較比較晴朗的喔 高溫會來到32度左右 到禮拜二的時候 這個東北風會稍微減弱一點點 所以降雨會區管 但是呢在淫風面的這個北部跟東北部 還是會是局部的降雨 但是中南部也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可能會有一些午後的短暫雷震雨 另外呢到禮拜三又有一波新的東北風來 而這一天剛好就是我們的國慶日 如果您有計劃一早要去總統府前面看升旗電影的話 除了戴一件外套 最好也要攜帶一下雨具 而這個沿海帶呢 低溫可以下灘到20度 可能會來到18到19度的左右 而白布的高溫呢 還是會有25度 中南部則是31到32度 所以總結來說這一整週 全部都會受到這個東北風的影響 除了呢早晚溫差大之外 還會有些零星的降雨 所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不要感冒囉 以上是今天的氣象概況提供給您